做好防疫工作 大家来年还有 肉肉本好吃 岁末年中陆委会主委率领处长们 针对未来一年台湾情势变化 预作准备 习五条的框架之下 我们对两岸关系会更加困难 很多的争议 其实是这些假议题 包括九欧共事等等 这些就是假议题 中共必须认清 台湾从来就不曾经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将来也绝对不会成为 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特别加重口音 强调拒绝一国两制立场 不过陈明通提到 九欧共事是假议题 似乎剑指韩国瑜 因为23号两人将会面 但韩国瑜接受专访时 才说总统蔡英文不敢独立 又不愿接受九欧共事 反问台湾2300万人要去哪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议题 这是一个假议题 我想当前台湾真正的威胁跟危机 是习武点和习武条 已经设定了统一台湾的进程 也说与韩国瑜会面 不想谈也不会谈九恶共事 然而一提到柯文哲 美中台关系的强盗说 陈明通也不愿多谈 只说会找时间来拜会柯文哲 强化中央地方合作 从九恶共事再到强盗说 都被陆委会认为是假议题 只是在两岸关系 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之下 怎么应对相关部会 都得审慎以对 欢迎许完林志鹏 陈一荣 台北报道